Defs 是一個 knowledge base 那 knowledge base in general 是一個你去 save that resources 的地方 那我們的特別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一個 share 的 knowledge base 你可以和到其他 user 分享你成千上萬的 resources 你當可以想像一下 好像將大家的大佬連接了那樣 你看到的 learning resources 和其他人是 connect 了的 那假如我現在想學 python的話 我可以看到其他人 已經 curate 了 做了一些 python knowledge base 例如這裏 那我們的 user 會幫其他 user 去做這些 curation 你就不用自己上網 找一堆 resources go through這個過程 那你都可以做一個這樣的 knowledge base 例如你是一個 designer 你都可以做一個 design knowledge base 去儲下你最喜愛的 design resources Defs所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解決的問題是學習 學習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我把學習歸類先 有你去大學讀過 course 或者去讀過 diploma 這些我叫做 class setting 的傳統學習 另一種模式就是自學 那但是第二種呢 在我心目中呢 是 far better than 前一種 第一個原因就是不用錢了 當然就是 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是很 flexible 但是中間的痛點就在於 你很難找這些東西出來 Devms正正正就是在做這個 solution Devds現在不像一個是 很 enterprise oriented的工具 它是免費的 你想學習的話 都可以用 Devds 那學習是一個 無止境的旅程 但是 商人的門檻仍然很高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可以降低這個門檻 透過一個方法 令開團需要變簡單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很多人 這個路程在途行的時候 你如何做你的go to market 我们整个online learning market 其实是非常广阔的 例如说你可以在网上学习任何东西 包括煮饭、音乐、剪片 我们现在focus的coding 只是一个很集中的sector 所以一开始你应该先做 market segmentation 你想一下其实你在这个时刻 你这个产品可以address到哪一个市场 最重要我想就是找到那个market 之后再找到那个distribution channel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